明星面面观 并觉得这是在蹭演员热度 可作为迪迪热霸和龚俊两人 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忧 任由该话题在热搜榜上热议和疯传 帝皇叔作为知名经典小说 自然也有许多粉丝 所以当初宣布影视化之后 很多粉丝心目中也有自己的男女主人选 而对于男主的人选 此前也传出过几位 如林更新 肖战 乃至如今的龚俊 可以说都是有头有脸的知名演员 而龚俊是一级年殷伤和令爆红 其本身的话题和人气也是很高 但似乎能够跟阴线女星迪迪热霸合作 其提升的嘎位也确实太快了 虽然男主人选 隔断时间就变一个 但女主始终是迪迪热霸 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看来后续官宣几乎可以确定 是迪迪热霸的 而迪迪热霸近几年也几乎 是跟许多知名异样线男星合作 如正在热播的长客行 就是跟当红小生无垒 还有跟任嘉伦合作的预交际 不得不说 迪迪热霸在电视剧中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自然也会吸引其他男性来合作 哪怕是蹭热度或者是主动舔瓜 在4月22号 由于记忆在公众号分析此次 两人创热搜的一些细节 并在文中这样爆料道 早在今年3月份左右 帝皇叔就已经接触了迪迪热霸团队 人那边也对剧本挺感兴趣的 还签了短期的印象书 而剧组那边也一直热霸优先 并寻找比较大的男主 还传出过辣条男星 暗指零更新 但传闻是传闻最重要的男主人选 剧方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热霸和公郡突然上了热搜 是男方为的舔瓜买的热度 从爆料来看 原来是公郡背后主动策认度 并希望能够借此给剧方留下好印象 这也是过往南迷惊的一些营销套路 就想先预热一波通稿 看看网友是否对这样的阵容支持或喜欢 所以后续不排除可以跟剧方提出参演要求 至于迪勒热巴还是帝王叔心中不二人选 确实颜值和演技都是可圈可填的 还有就是林更新参演的传闻 确实之前有传出 但都是一些小闹消息 对于该渔剧的爆料 迪勒热巴和公郡都没有做出回应 内容真实性也是有在考察 我们还是先冷静吃瓜 对此你们又是如何看待的 你们期待公郡参演 你们觉得迪勒热巴参演帝王叔合适 你们觉得男主应该谁来演